公民對於外籍家庭員工對居留的基本看法 第一 政府和任何人都要尊重香港的監獄 因為在新聞裏都很清楚說了 為什麼其他非家庭員工的外籍人士 通常居國7年就可以申請居留會議 外籍家庭員工被排斥在這個規定之內 這個很明顯是有歧視情況的 再者 公民是反對任何形式 包括聖結 宗教 種族和公種的歧視 有關排斥這個外籍家庭員工在7年 通常居講的規定裏面是一種公種的歧視 為什麼外籍家庭員工特別被排拒呢 我們是非常之疑問 最後 其實我們都是諮詢過很多我們屬會 和外籍家庭員工的公會的意見 其實他們都反映了給我們知道 第一 他們要求的是一個公平的對待 公平的對待 因為看回入境條例第二條4A 明顯是和基本法第24條有一個相中突 他們這次有個別的外籍家庭員工的訴訟 其實是爭取一個公平的對待 第二 其實很多的外籍家庭員工 他們最關心的是整體香港社會 對家庭員工的平等對待問題 他們有很多問題都在關注 包括 第一 他們兩星期完結合約之後 要被遣犯的情況 第二 最低工資的法例被排出 在立法的法律裡面 第三 就是強迫在僱主的居所 居住等等 其實都是很多外籍家庭員工的工會關心的問題 不單單是居留活塵 所以公平的立場是 在民國社會 一直在法律上跟著